针对基隆两处重要的停车场 东岸停车场跟博爱停车场 重新招商营运 为了让民众能够了解改建进度与过程 市府发言人余志明表示 市府将用更佳的模式让各界来监督 针对于我们基隆市区内部 目前有两座停车场 那分别是东岸停车场 还有博爱停车场 那在未来的ROT改建的过程当中 我们基隆市府期望能够以透明 而且公开的方式 来邀请专家们一起来参与 我们也将会开放多数的席次 让来自民间各领域的专家 共同组成一个改建监督委员会 那首先关于改建监督委员会 它的成员组成的方式 市府将会积极地与各专业工会 来进行联系的动作 我们也会在近期主动联系 律师还有建筑师等同业工会 并请工会能够推派出重要的成员 来担任我们监督委员会的委员 并且这个委员会的主席 也将会是由民间人士来进行担任 在未来的改建内容 我们也期望能够透过 严格监督的运作程序 来让各领域的专业人才来协助把关 并且由民间参与公共建设的方式 好好的来监督东岸停车场 还有博爱停车场 未来的方向 并且我们也会以每三个月一次的进度会议 来向外界来持续公布我们会议的内容 以期望能够创造更优质的停车环境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